小球以后对小球这个打法有利的 他速度旋转都减弱了 对他的压力就小了 所以给小球打法一个机会 这次的这个整个的超级联赛 也可以看出了 一个是外援队伍 男的就是他 女的就是金锦鹅 都有出色的表现 是的 另外回顾历史呢 我记得 其实朱特最有希望的就是2003年的法国 法国世界锦标赛 是吧 那时候呢 朱特是拿了亚军 对 如果当时他要赢了这个谁 赢了这个这个 奥地利选手施拉格的话 那就拿冠军 对 那就不一样了 现在大家看到呢 双方在选球 根据规则规定呢 运动员呢 是双方呢 可以是选 那么他主要的方法就是 转 转完了以后 他看这个商标 看这个球 圆不圆 选球呢 有两个标准 一个呢 就是用手 在中间掐一下 看看两边的软硬度 就是因为他是两个半球组成的 是的 如果是后薄不同 他翘起来就不均匀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一转 看他这个圆 圆心是不是很稳定 很稳定就说明他这个球的圆度很好 所以这两种结合起来 判断这个球打起来 是不是很 预行轨道非常正常 是不是这样 而且每一个球呢 他都是 这个球呢 是品种啊 你看这次我看是红双喜吧 所以他这个球呢 就是按照国际拼联的规则 首先呢 你这个球 经过检测合作以后 他就会给你一个 FTF 就国际拼联的一个标志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个比赛中试了 好 我们来看比赛情况 首先有朱石河发球 朱石河往往是一般上来要抢攻的 你像这种呢 就是一种实力教练 一上来你拉我销 那就看你拉的水平高 还是我销的水平高 对 反拉了 朱石河这个发球抢拉 销中反攻的比例 也是比较高的 但是好像没有丁松那么高 对 但朱石河的正手拉球的攻顶 非常深 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他和这个进攻性选手对拉的时候 他不下风 高调胡圈 第四板 第五板 开始跟这个基本技术非常踏实 你可以看他这个出手啊 球很稳健 对 弧线也很稳健 对 这个手感好不好 拉球合不合理 你看他弧线 出手的弧线就能看出来 出手弧线非常均匀 非常合理的 就说明他摩擦球特别好 有的时候你摩擦的不好的时候 撞这个球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个弧线呢 你自己都控制不住 有长有短 他是属于手上没数 打销球就是靠手上攻 这个角度非常大 高调胡圈 出界了 所以对销球手啊 他这几个得分手段 一个是发球抢冲 一个是销中旋转落点变化 造成你失误 刚才就是造成失误 还有一个呢 就是销中反辣 对 他是靠这三下来得分 你看这就发球抢了 这个销球打法啊 这个我们通常讲叫 以销为主销中反攻 这个进攻的时机掌握非常重要 一般的销球的打法的进攻 我的看法是 进台的时候要多进攻一些 比如说发球接发球 对方拉拉搓搓的时候 因为在进台 进攻起来 这个比较好掌握 而且威胁大 一旦退台以后 我们讲的就是 以销为主 然后看准机会再反攻 这样呢就是等于啊 你打的有条有理 如果是攻销 总是转换的非常频繁 这个非常多 如果是很主动的可以 如果是很被动的时候 有的时候自己反而 反而把自己搞乱了 所以我们讲的 销球打法一定要明确 是攻销结合打法 就攻的比较多的 叫攻销结合 以销为主 如果是说以销为主 就是要 以销为主的要 积极反攻 一句话 要有主有次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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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现在佩尔森的这个打法很明确 就是在进台的时候接发球控制好 把对方当攻球打 我也不乱 不着急冲拉 然后呢 控制好了以后 我把它拉起来 把你拉出去 然后看准了 再打你 再冲你 朱茨克呢 现在就是这样 在进台加强控制 有机会他要攻 但是因为对方控制得比较严密 有的时候进攻得有点盲目 比如说刚才这时候 是属于进攻的比较盲目 到了 那作为这个萧球所来讲 让进攻的运动员不能站住 就让他老师慌慌张张的拉 如果让他们四平八稳的 在那拉完了 有机会就冲 那这个你就很困难 这样呢 第一级的比赛就结束了 来到你觉得 从他们两个的技术特点来看 我们的广大球员应该从哪方面 多关注 就是我说的 朱茨克的萧球 这个萧球呢 主要是步伐的移动 和萧球的节奏 你节奏对上点了 你步伐很整齐 有节奏你就不乱 这个时候萧球的 无畏实物就少 这是看他的萧球的步伐的 这个运用和时间的掌握 第二个就是看他 攻萧的这个结合 就是在什么情况下 萧球应该进攻 什么情况下应该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退台萧里头的 萧球反攻反拉 这个动作要命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对于打 打萧球佩尔森 就是看看 对付萧球应该用什么战术 像对 朱茨克这种战术 佩尔森现在用的战术 非常合理 就什么呢 你在进台的时候 我把你当攻球 就防止你发球抢攻这些 控制好一些 然后前三本一过 我有机会站稳好位了 我把你拉出去 拉出去以后 我就拉住你反手 你不动 我拉住你反手 有机会 我再冲你两边大角度 你一动了 我再变你正手 叫你反攻没有机会 按照我自己的战术打 这就是现在 大家看萧球和攻球对决的 这种双方战术运用 所以一个老将啊 确实这个佩尔森呢 确实不简单 43岁了 而且他几次 好像我印象 起码有两次了 就是要退出退出 要挂牌了 但是呢 仍然还能打 而且呢 一般人还打不了他 去年奥运会 北京奥运会 他拿第四 那是相当不容易的 43岁 当年他是42岁 这个朱师克啊 整个动作很流畅 红球 萧球 动作非常漂亮 他的缺点 我看 就是这个 萧球的旋转变化 搞得不太好 就是我们讲 萧球的积极性 在哪呢 就是萧球 要有旋转变化 在稳的机上 有旋转变化 这个旋转变化呢 还要叫对方 看不出来 就是转不转的 差距非常大 而且呢 还有假动作 迷合对方 这样呢 对方出手就由于 容易造成微失误 另外呢 他一旦吃着你旋转以后 他就出手特别小心 他要拖 他要碰 这个时候 你有给你进攻 造了机会 你大胆的在攻他 一攻他以后 他害怕了 他要凶 一凶了 你再搞旋转 他又吃你旋转 这就是你牵着他走 是的 过去历史上 中国销售旋转 搞得比较好的 就是 王志良 他是两面反交 但是他的转不转 搞得非常漂亮 你有的时候看不出来 有的时候你打销球 差点一拉弄不好 就一碰一下 往出去 而且你一轻拖 拖得多 他还可以扰烂你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销售张谢霖 这种 张谢霖这种打法 是属于靠武器 他呢 就是扛交 他呢 对对方的旋转呢 这个不是很敏感 他无为失误少 因为丁松的这个旋转变化 也不错 丁松的旋转变化好 特别是发球抢动 发球的专门战 非常漂亮 抢拉这板球 落点特别雕子 两个 两条斜线 这个都在外边拐的 有的时候还有中间配合 线路也非常好 出手非常突然 现在猪独鹤的这个 这一局啊 明显的各种变化 比较多 就让佩尔森呢 很难站住了以后 拉高掉 然后再冲 几乎没有这样的机会 现在双方都是 有机会第一步 还是利用发球抢弓 这样比较突然 对 来 看 现在 猪独鹤发球 球比五 高掉虎圈 你看佩尔森 拉球真吃球 反了 这局猪独鹤打得不错 五位数比较少 变化比较多 对 今天的这个欧亚对抗赛的 第一场比赛 就确实体现了这种对抗 目前的双方 是欧洲和亚洲队 打成了2比2 现在在进行决胜盘 第五盘的比赛 那么第五盘 从现在情况来看呢 也是实力相当 猪独鹤在第一局 先输掉 现在第二局 是10比7领先 比赛采取5局3胜 这一局 漂亮 那这个老将啊 他经验多 对 你看这球打得多么刁钻 哦 消了个擦边 这样之后就以11比8取得了第二局的胜利 双方在前两局就打成了1比1 可能有些观众呢 是刚刚打开电视机 或者是转到了我们中央电视台第五频道 那我们给大家回顾一下啊 目前的欧亚对抗赛呢 是今天晚上7点30分开始交战 从排阵来看呢 第一场是亚洲的中国香港的张玉 对欧洲德国的奥乔洛夫 结果奥乔洛夫先生 那么接着中国选手马林 是战胜了欧洲的丹麦 在这个欧洲的这个格林卡 希腊选手 打成1比 然后呢 中华台北的庄主缘代表亚洲 和丹麦选手梅兹 进行比赛 结果梅兹取得了胜利 那么这样呢 欧洲是2比1领先 第四盘呢 是中国选手马林代表亚洲 对白俄罗斯的萨姆索诺夫 结果 马林是战胜了萨姆索诺夫 在关键的时候 反程停局 现在大家看到的 就是第五盘的对决 就是代表亚洲的 韩国选手朱斯克 和代表欧洲的 瑞典选手老将佩尔森 那么双方呢 又打成了1比 所以看后面 谁先胜到第三局 谁就将取得 今天的这场比赛的胜利 那么明天 同样在晚上7点30分 还有第二轮的 这个双方的对决 那么在 11月的10日到11号 将在土耳其首都 伊斯坦贝尔 在举行另外的 就是在欧洲 也就是欧洲的另外一个场地 进行的比赛 高调弧圈 佩尔森里高调弧圈 有一个特点 高调弧圈 低弧圈 你看他这个拉高调的时候 他是低弧圈 有些观众问说 这个什么是高调 高调呢 他主要的就是 这个球在下降点 从弹起来到高点 往下沉的时候 然后拉球的人 从下往上 球呢 弧圈相对比较高 这叫高调弧圈球 但是现在随着这个 运动员技术的高超 你像佩尔森这个 有时候拉高调 他弧圈很低 这个低弧圈的高调弧圈 那么前冲弧圈呢 是在高点 弹到对高的时候 向前冲 摇倒这个解释对吧 对 另外在弧圈球的这个发展上 从五十年代 日本出了海明摊以后 出来了强烈的上弦球 然后人们叫弧圈球 一直到后来七八十年代 发展到现在的弧圈球 它变化也很多 像高调弧圈有低弧圈 包括呢像假弧圈 也就是摩擦球 看着很转实地不转 这种假的做一些假动作 弧圈球的真正传入到中国 是一九六零年 当时呢我们准备二十六届 看到有一个国外的杂志 说日本出现了一种新式打法 叫弧圈球 我们就不知道是什么打法 所以大家根据这个信息呢 在搞义务学习 当时在琢磨 这什么叫弧圈 有的说呢就是挖上拉 有的蹲率拉 有的帮上拉 最后呢 了解到 从国外了解到呢 是日本访问香港 我们呢 中国平凡圈协会呢 派了人 庄家妇 化妆了 由新华社给买的票 去现场看了 回来才知道 弧圈球是怎么回事 那时候呢就选了几个队员 进行弧圈球打法的模仿 像什么于长春啊 薛伟初啊 胡炳全这些老将 当年都是第一批 学习弧圈球打法的人 这样 所以在26届里边 一年的时间 26届战胜了日本 所以情道也很重要 现在派人生是6比4领先 他站在中间 发反手球 这个球过去 孔灵辉有这样的一种发球 所以发球不仅是正手反手 还要看你站在哪 站在不同的位置就有变化 这是个机会 可能要打到 这个佩尔森呢 这个战术运用得非常好 他非常清楚 就在进台的时候 我把你当攻球打 包括发球 你看都发球很严谨 因为什么呢 因为朱志赫有攻球 你弄不好就被攻了 所以他按你 把你当攻球打 然后控制很严密 有机会先上手 一旦退了台以后 他拉住你 他不着急 所以无微事物少 四十多岁的老将 他的身体素质 肯定是要下降 这是一个机会 他肯定要打到 朱志赫呢 应该说是 有世界第一小球之称 这个称号呢 也是 可以说是 很虚实的 因为他在 03年的 这个巴黎视频赛的时候 那时候 他是差一点 拿到冠军 如果那个时候 拿到冠军的话 这可能在历史上 将会留下一个 非常完美的 那么一页 就是肖球手 进入 这个 21世纪 能够拿到冠军 但尽管如此呢 朱志赫那时候 拿到冠军以后 还是带动了 很多的青少年 开始打肖球 8比8 反拉 漂亮了 太漂亮了 拉起来 特尔森连续拉 第三板 拉正手 太软了 这个球也是细腻 这个特尔森 拉得很薄 等于是 实际相当于掉了一板 但是他这个掉呢 是同一个动作 都是拉的动作来掉 这就比较高 这个以前呢 打肖球多 肖球多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个 胡锦球打他 拉转不转 就是有的时候 抢拉 所以朱志赫这个 发球抢冲这一板 关键时候很致命 所以朱志赫这个队员 也是一个技术特长 比较突出 也是比较全面 没有明显漏洞 要想达到一流 超一流 必须这三点都得做到 对 你想他这突出在哪 突出在于 肖中反攻 发球抢冲 这两点很突出 对 你看这几球的五位失误 我觉得跟他这个年龄体制 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有时候这个步伐到不了位 身体的这个协调性 灵活性不够 冲中路 反手大脚步 然后一板中路 这球是打得太毒了 好球 10比10 可以看到1比1 又10比10 实力相当 高调弧圈 前通 这一段连续四五个 都是不该失误的球 叫无畏失误 10比11 出发球了 打到 这球打得好 又快又低 又突然 11平 高调 11比12 比12 机会 再来 比400 来 好球打得好 好球打 那天真是 真是 滋楼面 对啦 你不再说 确实它 防得很好 反拉 然后你说这一段 我看这个佩洛森有四五个五位输 你觉得什么原因 它有些球呢是位置不够 像你说的 还有一个呢 它出手犹豫 判断了可能有点问题 漂亮 哦快 高调又掉起来了 再高调 还高调 一三板了 说到打消球 你对付消球打法的人 你这个拉下线球 你必须要位置够 不像打上线球 有时候位置不够 碰一板就过去了 你要必须到位 要磨叹好了 你才能把这球制造 弧间过去 所以第一要判断很清楚 第二要有很好的位置 那就是步法要到位 步法要到位 这球有时步法 你到位 打消球 打下 拉下线球 千万注意 不要在空中处理这个球 你没有跟的 很难打的 必须要 站住 先动脚后伸手 先到位后出手 你看这都比较合理的 你看这都比较合理的 你看先到位 你看先到位 下来 这都是几乎 这个确实老将啊 四十多岁了 这个有点力度重心 你看刚才这个球呢 动作有点变形 高点弧签 好球 他这个服线都比较低 服线比较低就容易下来 这样呢 您看这个马林啊 就一直在后面笑 你觉得他笑什么呢 他们 bitch 替这个谁 确实很不容易 卓士特是15比13又胜利局 目前是2比1暂时领先 比赛采取5局3胜制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在北京乐坛体育馆 举行的2009年欧亚乒乓球对抗赛 今天欧洲派出的几位选手 一位是德国的奥加洛夫 一个是希腊的格林卡 丹麦的梅兹 来俄罗斯的萨姆索诺夫 和瑞典的皮尔森 亚洲队是中国香港的张玉 中国选手马龙 中华台北的庄志渊 中国的马林和韩国的朱斯克 那么前面的四盘比赛 是马林胜了萨姆索诺夫 马林胜了格林卡 两个中国选手胜了 那么中华台北的庄志渊 输给了梅兹 中国香港的张玉输给了奥乔洛夫 所以现在打成2比2 正在进行的是最后的决战 也就是第5盘 现在朱尔赫是2比1 暂时领先 现在是第4局 佩尔森发球 这就是全转变化 放短球 拉正手 明天晚上的7点30分 在乐团体育馆 进行第二轮的欧亚皮膜球对抗赛 明天的这个对局 有所变化 就是第1盘是庄志渊对佩尔森 第2盘是马林对格林卡 第3盘是朱车对奥乔洛夫 第4盘是马龙对萨姆索诺夫 第5盘是张玉对梅兹 欢迎你明天晚上7点30分 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第5频道 欧亚乒乓球对抗赛 高调弧圈 前冲 放短的 拉起来 反拉 连续反拉 佩尔森防得非常好 所以比赛看出点味道来了 供销 不断的变化 一会儿供一会儿防 第三版 第四版 二位供一会儿防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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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洞 4 3 放短的 反拉了 这段球是比较难的 削完以后 放一个短球上来接着拉 从直线往上好 朱尔赫刚才的切发球直接潜攻 这也是切发球最主动的一种方法 往往得风力高 风险也比较大 连续拉第二板 第三板 绑得非常漂亮 你看朱尔赫这个竞争 谁能相信他是一个销球手 是 连续五百 我记得有一次问这个中国厅县副主席啊 这个陆元胜 当时说这个丁松是怎么回事 他说他过去在上海的时候带领球 他说丁松原来呢是最早是练攻球 所以他再打销球以后 他那弓球的功底就好 对 也就我们说的童子弓嘛 他有些销球打法的 也就是说原来打弓球的 结果呢肌肉的质量不高 呃 两面摆速度 速度不够快 看起来打销球 打弓球啊 来不及 来不及 有的改是打销球 反而销了以后 他的弓球很突出 对 嗯 而且销球呢他是属于软动作 嗯 这个这个动作比较 节奏感比较强 嗯 他他容易好掌握一些 嗯 所以我看那个超约的销球手 都是发球抢冲这一把能力很强 对 今天这场球打的是难解难分啊 啊 啊 虽然是猪鹤领先 但是刚才呢也是打到输比十三 中路 反拉 那打到七比七了 啊 梅兹奥卡洛夫也是看得津津有味 啊 刚才呢 这个梅兹是赢了庄志渊 奥卡洛夫是赢了张玉 他们为欧洲队各自拿了一分 拿正手 拿正手 啊 啊 这个反拉质量很高 这个问题在于佩尔森拉完球发力以后没还原 你看 没还原 他在反手那位置等着 你看 人家拉回来他来不及 如果他动作有个还原 这把球一按就过去了 一带也过去了 所以在这个很多小朋友啊 在青少年体校啊 就是讲的是 先是观察判断 步法移动 出手击球迅速还原 是缓解是吧 对 你看这个时候你从小练的时候 你这个大了以后 你这个基础打好了 你这个还原的东西 对 它是还原 它是很自然的还原 它是一套动作 一个动作做出去以后 出手了以后 马上再把它回来 然后准备下一板 这是一个一套连贯的动作 但是呢 有些小孩 在训练的时候 平时要求不严格 一板发力打得很潇洒的 等着 就认为对方过不来了 实际上高水病人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给你接过来 嗯 你必须每一板球都要准备对方过来 嗯 您的意思就是在青少年时期 就要养成好的习惯 对 像我们就是过去要求 就是这个球不落地 你必须要给我去救去 嗯 你知道够不着 你要把这个动作做完了 啊就是什么 就从小养生这种良好的作风 嗯 今天这个佩尔森啊 虽然说瓦尔德内尔是长青树 但是作为佩尔森来讲 他这个 到目前来讲 应该说是第一个长青树 第一个长青树 四十多岁 四十三 仍然在这个 活也在这个第一线 而且具有这么高的水 对 佩尔森呢 我过去接触过几次在国际赛事 我觉得他很低调 是 很友好 对 人家签字的时候 从来不烦 没错没错 不停的签 性格特别好 就我们讲的职业道德 你包括什么 有的时候有些宴会啊 有些领导啊 有些观众跟他照相啊 他都非常的 耐心 耐心 平易尽人了 咋了 你看周图说这个就是消球啊 就是这个 你稍微给他一点机会 你比如你刚才拉球 图现高了 是吧 你掉球 掉的位置稍微不合适了 都会反了 对 所以造成你什么呢 你就掉球很小心 拉球也很小心 这样你无畏失误就会多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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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比赛就到这儿 是由姚国志和蔡龙解雇评论的 明天7点30分 欢迎你继续收看 再见 再见 再见